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现在科学都是统计学 在我眼睛里我看呢 在有关分析大疫情的问题上都是统计学 它有一定作用 但是它更具有欺骗性 每个人的背景完全不同的 美国人这世界上没有俩人一样的 你怎么能化泪呢 所以化泪的时候就是男女 化完之后呢 18到28的 28到38他就化年龄 化完年龄呢 然后想想化家庭背景吧 就化家庭背景了 家庭收入是多少钱的 化完家庭背景呢 就得化有关 个人收入问题 那不开玩笑 个人收入有影响 然后个人教育背景 对吧 所谓统计学都是这么化 我学了一年的 那东西真骗人 你知道它最大特点是什么 就是骗子 就是骗子 在一个平常的环境中 它产生 它会给你感觉很有道理 它最大的骗数 是让你觉得有道理 它最邪恶的地方 是扼杀了每一个个体者 单一存在的真正背景 单一存在的尊严 神造人的时候 不是一块造一堆 神只造了一个 神只造了一个亚当 等造夏娃的时候 从肋骨上抽出来的 神只造了一个男的 你要尊重这个概念了 然后等到你统计学 你就开始化泪了 给人 使着人们看不到事情的真相 当今天的人 走到这种全球重制 全球 完全这种共产主义的时候 它扼杀的是每一个个体 以为人民服务之名 扼杀了所有的个体 大疫情 有它 我刚才解释了 有它表面合理的地方 但有它相当邪恶的地方 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 就是这样的 谈不上尊重不尊重 你必须得面对 你说我就不尊重它 你出门就面对 对不对 你现在一切都得面对 所以要有这种张弛力 要有这种伸缩力 它既是魔鬼 你都可以能够面对它 这是生命的层面 对吧 生命的界面大 就像我朋友说 你老讲那些很粗俗的东西 我在讲粗俗的东西的背后 有着 我以为有着很深刻的生命道理 人的眼睛永远看不见自己 这是一个生命的天理 人的天理 你想过吗 你想过吗 有几个人想过 人的眼睛永远看不见自己 所以人间的 而人呢 又以 以叫什么 眼见为实 放个驴儿屁吗 眼见为实 你都看不着你自己 你是人是鬼 你都不知道 你什么叫眼见为实啊 但人们通行 你有证据吗 对吧 你如何论证啊 多有道理 其实 泯灭了自己生命的真实 真实是什么 道德 有着道德束缚的人 他内心在观视自己 你看那 那个佛像 你看那修炼人 俩眼一闭 他往下走 他绝不往前看 人才怎么看呢 俩眼望着 冒着精光 精气神 那个精光 男的看女的 女的看男的 对吧 世徒 你看啊 你看人现在 世徒 读什么 读这个 叫什么 叫什么 约翰 约翰 哈 哈 什么 金 这是个 美国著名的 医学大学 那美国现在拿的 北美拿到的 有关中共病毒的 有关的数据 都是用的他 都是用的 霍普金 对 约翰霍普金大学 对吧 我得先上 约翰霍普金大学 然后 我就挣钱了 挣不挣钱 不知道 然后 那 琴琴老婆 现在都无所谓 男女 大家就是过一块混了 买房子 买房子 是为了 这块有了房子 是为了 刺激 就伺候这块肉 伺候这块肉 完了之后还得赚钱 然后呢 就是吃哪补哪 对吧 试图 房子 伺候肉 吃哪补哪 试图 就这一圈 就这么一个圈 现在太多人 是这么个圈 所以在这个圈里头 就像我刚才说的 是 对吧 眼睛 你只会看别人 永远看不见自己 那你为什么叫眼见为实 跟实证科学呢 所以在这个圈落中 会充满着谎言 中共病毒 我要讲中共病毒 这是北美几乎用的 都是他的 很多人在用这张图 快一年了 很多人肯定很熟 那 那他的研究报告 那就不用讲了 对吧 就是研究报告 28号 有过一篇文章 结果这篇文章呢 后来就被给删了 很多人就给删了 就是约翰·霍普金的 一位科学家 研究出来的结果 他说 有关冠状病毒 跟死亡 没有任何关系 在美国 冠状病毒 跟死亡没关系 跟死人没关系 你不胡说吗 天天都吓人 死人 对不对 结果呢 他已经公布了 这篇文章拿出来了 后来被删了 是因为在今天 应该叫做 美国政变的背景之下 在大数据的背景之下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之下 他揭穿了他们的邪恶 大疫情是骗的 在过去的时间里 大疫情死人是骗的 那话说的 这是人家说的 可不是我说的 约翰·霍普金斯研究 新冠病毒在美国 对死亡没有影响 公布后被删除了 传统的说法 美国死了很多人 我也不知道死多人 全球死了150万 11月22号 发表研究报告 挑战这个说法 这个人 这个人叫基纳 基纳·维夫 分析了整个死亡在美国 病毒对死亡的影响 通过对比 美国每年的总死亡数对比 可以充分理解 冠状病毒被对美国死亡人数的影响 绝大多数人的假设是相反的 死亡人数很低 对美国的死亡人数相对影响极小 写完之后 这篇文章不久就被删除了 因为政治正确的问题 这个说法完全抨击了 福奇 是叫佩奇 福奇 所有这些理论 今天所有在台面上 西方国家在台面上的专家学者 在这篇文章面前全是骗子 或者是蠢才 如果他不是骗子 他就是蠢才 他不懂 这是他揭露的真相 当他冲击着整个社会的时候 冲击着全球的时候 那当然人家不干了 那人家夫妻还想出名了 对不对 多少专家有名啊 借着这些东西得出名 你把人给归在蠢才跟骗子上 他当然不干了 就给取消了 我原来跟大家解释过 从2020年1月到9月 美国的死亡人数 对比2019年2018年 没有涨还降了 死亡总数 但是呢 他有趋向变 这是真的 结果这个副本有 所以副本给登出来了 得出来的结果啊 疾病控制中心网站 搜索数据 他编了一个图表 2月到9月 每个年龄组的死亡总数的百分比 其中包括 美国发现之前 到感染率飙升之后的时期 发现的结果 老年人总死亡数 根本没有改变 冠状病毒主要影响老年人 所以应该是死亡率上升的 但实际没有 所有年龄组的死亡率 死亡率是一样的 哎 这就完全不同了 还有完整的数据 他有50年就是50年 100年就是100年 他有这么多年的数据进行对比 今天 今天并没有任何突出变化 报告的老年人死于冠状病毒 人数高过年轻人 原因 每天的老年人死亡人数就比年轻人多 是假的 一直保持过去几年里都有 那如果冠状病毒对美国死亡人数 没有那么大影响的话 他看起来应该是有问题的 2014到2020 6年的死亡时间 2020冠状病毒死亡数突然增加 不奇怪 原因是病毒出现在年初 那因此与冠状相关病毒的死亡数 大增加了 但是 在美国 按照多年来分析的数据 前三名的死亡人数 病疾病是心脏病 呼吸道传染病 流感和肺炎 心脏病 呼吸道传染病 流感和肺炎 每年都是如此 年年增加 而且死亡人数每年会递增的 结果出现了个问题 2020年 随着冠状病毒死亡的人数的增加 都差死了 心脏病 呼吸道传染病 流感肺炎的死亡人数 大幅度下降 这不就骗子了 对吧 这就像拜登的票 上升了 他偷的是川普的票 他就上升了 拜登就获胜了 所以冠状病毒的谎言 跟拜登获选的谎言是一样的 是骗子 这个太有意思了 今天利用冠状病毒 封锁国家 要重置社会 要实现共产主义 跟这是绑在一起的 因为心脏病是主要的数据 但仔细检查出现了奇怪 他把2020年跟2018年的 所有的死亡数给对在一起 就出现了另外的状况 伴随着 伴随着新冠病毒 死亡人数的上升 心脏病导致死亡人数 明显显著下降 它是对等的 其他原因导致死亡总数 几乎等于 冠状病毒 死亡人数的增加 完了 这是个大骗局 所以根本没死人的 根本没死人的 他下面就得出结论 完全是误导的 把其他疾病的正常环境下 心脏病 呼吸道传染病 呼吸道的 肺炎流感死亡的人数 全加在了 冠状病毒上 目前数字被夸大 科罗拉多州的州长 曾经提出质疑 结果呢 就差点没打死他 然后星期四 周四 约翰霍普金大学解释说 他们删除了这篇文章 因为他被用来支持 关于疫情影响的虚假 和危险的不准确之处 但他们没有质疑数据 和理论的准确性 很显然 文章被删除 是因为 他不符合正确的论述 他不符合政治正确 人类社会 我们所有人处在一个完全的谎言之中 处在一个完全的欺骗之中 我这里表明啊 这是在西方社会 在美国社会出现 不代表 中国社会不是这样 在整个故事中 他分门别类 对不对 人说了 共和党为什么有 民主党为什么没有 整个社会处于大阴谋之中 那这是一个涵盖的统计数据 但他在揭示一个机密 揭示一个机密 就是大疫情 就是今天的拜登 就是今天的中共病毒大疫情 完全是欺骗与盗窃 以政治正确恐吓着整个人类 把人当动物关起来 这个背景出来之后 那个疫苗 那个人说的疫苗出现 将是一个人类的分水岭 将出现核战 疫苗是骗的 很多接受疫苗的人 很可能你的DNA完全被取走了 或者说打了疫苗的人 就给你身上安上GPS 非常有可能的 就像DNA一样 你永远跑不了了 一直到你死 你今天的国家的控制的领导人 都可以追踪到你 就像我们打天花一样 这出个小哥的 永远这哥得带着 他那不是 他那打你肚子里头进来 我也不知道打哪 多少年没看过病 他进入你的血液里 这是邪恶 这是真正的摧毁人类 感谢人 感谢朋友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